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头评述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概念 我说团派不是派 是因为今天现今的体制之下呢 团派的很多这种牵连之间的关系呢 太脆弱 他没有 他跟整个独裁体制本身不吻合 他什么都不是 你可以管他叫做技术官僚 其实连技术官僚都不是 所以他之间表现出来的是极其松散的 毛泽东时代呢 那他一个人就搞定 邓小平的时代呢 邓小平靠他的手腕和他的耐力 他的本事也最后搞定 江泽民的时代呢 完全 我那一期节目当中说的很清楚 他完全放纵了人性恶的一面 把握有权力的人 这些家族们都以恶的这一面给拴在一起 而正是江泽民这一派放纵了邪恶的一面 他把人性的一面全都摧毁了 也就造成了共产党今天走绝了路了 你下面他没有力量能够形成一个绝对的权力 一个强有力的中心来跟这个独裁的体制吻合 到了胡锦涛这儿就啥也都不是了 从五月份 其实从陈光诚的事件又给了一次机会 这是外面给他的一次力量的机会 那延续过来 本来是有机会可以分改 可以干成的 没干成 这两三个月就形成了今天任何事情都没有结果的一个场面 没有结果 到现在不定论 当没结果 而你这一方明确的占有绝对天时地利优势 却没有结果的时候 一定是有私心 不顺天意 才会出现今天的场面 其实呢 如果你让我说呢 在北戴河会议之前 在这个场面当中 你想挽回这个劣势 我现在给胡锦涛出主意啊 你真正想挽回这个劣势的话 有一条就能做成 哪一条 平反法轮功 有大恶就有大善 我跟大家分析了 江泽民最坏的就是扼杀了整体的人性 所有的人在他的体制之下 只要成为了他们帮派里面的一员 就在这一条上走绝了 而当大恶的展现 他最惧怕的就是大善 当你在这条拿出来的时候 你对法轮功有真相能够 你胡锦涛有本事 公布于天下的时候 你所有的对手全都下去 自然的下去 你不费摧灰之力 我相信 我相信在我的眼睛里 你抱着现在这条路走下去 搞不好就麻烦 但是当你真正倾向大善的时候 北戴河会议你可以决定任何事情 现在就是机会 网上有另外一条消息 可以算作爆料吧 文章题目这么说 北戴河会议临近 薄熙来家人和支持者 频繁出手 上来提到说 薄熙来的处理最大的可能 在十八大和明年两会期间 这跟原来透露出来的消息的时间 又往后退了 道理很简单 你定不了他最 文章讲说 对薄熙来处理的情况看来 不太像原来预期 在七月份会有结果 最可能的处理时间 是十月召开的十八大之后 和三月份的两会之前 对薄熙来处理的推迟 外界一直传闻是 罪证难以调查清楚 缺乏证据 但另外知情人讲说 推迟处理薄熙来 是因为他涉案太多 太重 再加上他是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处理起来相对复杂 无论外界传闻如何 高层对法办薄熙来的意见 还是统一的 最后这句话 最胡说八道 最下白 法办薄熙来的意见 就是下白 他们弄掉薄熙来的 一个很大的原因 希望在弄掉薄熙来的时候 不要伤掉自己 对吧 自己还要在这个 共产党的体制之下 能够多赚点钱 在我的眼睛里呢 两种可能都存在 如果你把薄熙来的案子 作为刑事案处理 那他找不着证据 刑事案处理 也可以造成 整个薄熙来原来的朋友 发小 相关的家族的人 都可以有机会 把你所谓的刑事案的证据 做掉 如果你把政治斗争的概念放在里面 而你又不愿意去设计到自己 设计面太深 那你就今天遇到了巨大的难处 因为家家扯不清 这就是当初江泽民在控制时期 放纵人们邪恶欲望的一面 今天造成的客观结果 是不是这道理 这么拖下去 那就会造成被打趴下的人 闲于真的能翻身 文章紧接着讲说 倒台源于政治阴谋 却以贪腐和刑事罪处理 那这个说法呢 就比较直接了 其实跟我们分析的情况也非常多 那真正的它是在政治阴谋上 而这个政治阴谋呢 跟薄熙来的 我觉得他现在难处理在哪呢 是因为很大的一个阴谋 是冲着习近平去的 我们事情出来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过 胡锦涛就那么回事 没两月就回家就完了 本来是个回家的事 但是呢 造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呢 场面就不同了 而薄熙来真正 他的眼光放的是要做掉习近平 可是习近平现在并没有上位 胡锦涛又在主政 而温家宝的态度呢 他相对的着眼点呢 是在今天想解决整个民族的概念 要无论是政改来讲 怎么样也来讲 他想对得起自己良知的一面 这就造成了一种相互的错位 可是胡锦涛自己又不作为 可是今天做出来的结果 却对习近平有着直接的影响 这就是今天 我的眼睛里看到的最难堪的场面 原因就在于你不作为 原因就在于你的软弱 所以文章后面又提到说 假消息满天飞 试图影响薄熙来的定调 这就是我提到的 你这样的处理就会造成机会 造成一定要翻版 那作为像薄熙来来讲 周永康来讲 这样和原来的血债帮 曾庆红这么阴险的人来讲 他下手是狠的 他的下手狠 绝对不像你这么年年乎乎 整天喝粥长大的事 所以这个文章里也提到说 薄熙来的兄弟们 透过或者通过海内外的 一些部分民主圈子的朋友 向外爆料 最引人注目的是习近平家人的资产 通过彭博社曝光 但后来发现 这些只是习近平姐姐等家属的合法商业行为 媒体称 彭博社的报道反而把习近平洗白了 这个又把这条消息放这儿了 我自己的看法呢 这条消息呢 这么去牵挂呢 把习近平跟薄熙来对立起来 又把所谓民主圈子的朋友呢 也给转进去了 那其实海外的很多被掺沙子的组织呢 到处都是 我觉得这共产党的行为 有独裁的就有掺沙子 所以你看起来呢 要从人性的角度去看就能看 你以事略事 从利益的角度去看 你就很难分得清 因为你自己也在利益之中 这就是我们来看问题跟别人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坚持认为 彭博社说习近平的这件事情 应该来自于曾庆红和周永康的血债帮 不是其他的 他把它给扯成是薄熙来家族的问题了 根本不是 但是习近平是焦点 这是肯定的 习近平是焦点 所以应该讲说 我们看到的场面是真正高层 完全处于一种极其混乱的场面 文章再次也提到说 应该说薄熙来呢 确实到过301医院住院 他身体也确实出了问题 而且到301医院去了几次 但是每次检查和治疗之后呢 再次被秘密送回了审查地点 从判断上说薄熙来的关押地点不应该在遥远的北戴河 因为他有着政治局委员的身份 所以在301医院呢 家人可以探视 那这个爆料呢 跟这个网站前面一个爆料 就是薄熙来心脏病住医院的爆料的情况的说法 就又有差距 不太一样 等于不是关押在北戴河 关押在别的地方 那我自己的看法呢 爱关打关打 没所谓 问题在于 整个他原来血债帮的势力的 自身的这种紊乱的状况呢 有点有点也同样比较混乱 是想翻身 因为比较清楚的是 一开始血债帮做决定 抛掉薄熙来 抛掉周永康 早在2月9号的时候 这样的消息 以江泽民的名义已经出来了 但是中间呢 出现了反复 胡锦涛的软弱 和跟这个温家宝不能一体 这种软弱造成了 他们看到了机会 所以我们看到的消息就比较复杂 一会儿周永康这个了 一会儿周永康那个了 一会儿就 但是底下的实际的运作呢 我们会感触到呢 原来周永康也好 曾庆红也好 就是原来的血债帮 甚至再加上 薄熙来原来周卑的一些朋友 和家属呢 似乎又连在一体 有联系 通过放料 通过放风 形成舆论 对胡锦涛持续施压 而习近平无可奈何 因为他的位置造成 而温家宝却来到了外面 来到了各省 视察经济 不谈政改了 对吧 这就是我们看到场面 所以 北戴河会议 是最后真刀真枪 玩了命的时候 大家就看 看后面几天 会发生什么事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